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韓武宗 还有后宗世宗 这四位皇帝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面临了国家局势的状况之下 对佛教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北宗武帝在文献上的记载 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慧 而且他是一个个性沉稳 具有远见的人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 尤其是南北朝 其实北方跟南方是分裂 北方我们称为北周 他有一个邻居叫北齐 而且北周武帝面对的情况是 北齐的势力是远远超过于北周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怎么样让他的国家可以存在 甚至还可以拓展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 大概在唐以前 佛教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讲 从皇帝 贵族 官员 到一般的平民百姓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北周武帝面临的是 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面临的是北周有1250万人 里面居然有200万的僧尼 200万的僧尼 占了六分之一的人口 寺院更是超过三万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 国家有六分之一的人口 掌握在佛教的手中 而且还有广大的财产 经济的命脉也掌握在寺院的手中 那北周武帝想要历经图治 想要有所发展 他缺钱也缺人 当然佛教就是一个 最好可以提供国家钱跟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毁佛 的这些措施 他其实主要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 他要求生命要还俗 这些还俗的人 他们变成一般的平民 甚至变成士兵补充兵员 另外他把这个寺院拆毁了 把寺院的财产通通收归国有 此外他还把许多的佛像 摧毁了 石像砸坏了 那金像甚至就把它融了制造兵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见北周境内的佛教是 基本上是几乎被摧毁殆尽 那对于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帮助呢 有的 因为补充了兵员 补充了很多经济的来源 于是他在攻打北齐的时候 反而是以小胜大 他灭了北齐之后 也在北齐境内施行回佛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周五帝 毁佛不是在自己境内 到北齐 北齐信奉佛教更胜 所以北齐跟北周两方都毁佛 国家可以掌握更多的事情 他的目标是灭掉南方的统一天下 只不过后来他很快的就辞世了 所以就没有再实行他的统一大业 事实上北周五帝在毁佛之前 真的举行这些事情之前 其实举办了非常多次的辩论会 他知道佛教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他贸然地去打击他 毁坏他是不行的 所以他有很长时间去举行辩论会 辩论会中也会邀请当时的民生大德 来参与辩论会 有些声众他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甚至最后还讲了就是 你这样的作为会堕入阿比地狱 但没想到这个北周五帝说 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 我愿意堕入地狱 所以这些僧人他们觉得 这是一个就像佛教的经典里所说的 末法时代 已经不是我可以生存的时代了 但是也有很多的僧人是在面对 你必须要选择还俗的状况之下 他不愿意还俗 所以他就远离了政治力可以达的地方 所以他进入到山林里头 另外一个就是 那我不在北周境内行吧 就逃到了南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